美國的知名軍事網站 世界現代軍艦名錄 日前發佈了全球研究 海軍實力的排行榜 還有一個指數形式 去衡量各國的海軍實力 其中 美國的海軍是第一名 高居榜首 中國是緊隨其後 俄羅斯是排第三 雖然俄羅斯排第三 但是他跟中美之間的距離已經拉得很遠 根據世界現代軍艦名錄的網站 他做這個排名是根據海軍戰鬥力的相關數值 這些數值是通過第一線作戰艦艇 數量 服役的時間 現代化的程度 後勤的能力 攻擊和防禦的能力等等 一個綜合性科學化的 方法去評估 在評估 艦艇數量的時候 他將一些 準備但仍未服役的艦艇都計算了 很快準備好那些都是計算了 根據這個排名 現在 美國海軍的實力 指數是 323.9 現役的作戰艦艇一共是 243艘 這個數字沒有包括一些小巡邏艇 測量船和其他輔助船 是不計算的 美軍 海軍目前 擁有11艘航空母艦 68艘潛艇 22艘巡洋艦 70艘驅逐艦 21艘護衛艦 8艘水雷戰艦 10艘近海巡邏艦 33艘大型兩棲艦艇 現在美國海軍目前是沒有護衛艦 但是正在做 新一代的星座級護衛艦 現在美國海軍 軍艦的 艦齡的中位數 是23.3年 艦齡的中位數是23.3年 總體的狀態是什麼呢 評級是良好 美國海軍 你知道現在中國做艦 速度近來很快 但是美國也不是不理 他想追回中國做艦的 速度 想保持一個同步 計劃在未來10年 美國的海軍 將會再做多 65艘的 其中包括 驅逐艦 航母 核潛艇 和 兩棲艦艇 緊隨其後 中國的情況 現在中國海軍實力的指數 達到 319.8 竟然是美軍的 98.7 已經是 接近 差不多9.9 中國海軍的實力 在過去幾十年 是飛躍式的增長 目前現在有 425艘主戰的艦艇 中國現在有兩支的航母編隊 估計中國很快就會再擁有 再兩支新的航母編隊 擁有更加強的 所謂南水 遠洋的作戰能力 中國海軍目前擁有 3艘航空母艦 72艘潛艇 48艘驅逐艦 71艘護衛艦 44艘輕型護衛艦 49艘水雷戰艦 127艘近海巡邏艦 和11艘大型兩棲艦艇 中國海軍雖然沒有巡洋艦 但是有8艘 萬噸級的055型驅逐艦 相比美國海軍 中國海軍的總體狀況 評級 同樣和美國一樣 是良好 但是和美國海軍艦艇相比 中國海軍的艦艇是更加新更加年輕 艦齡的中位數是13.8年 中位數只有13年多 第3名俄羅斯的情況是怎樣呢 他沒有這麼樂觀 他面臨艦隊老化的情況是嚴重的 俄羅斯海軍目前已經是專注海岸防禦 以及水下的作戰潛艇 雖然俄羅斯海軍擁有航空母艦 巡洋艦這些大型的 航艇 但是他唯一的一艘航母 富之列科列佐夫號已經是很老化的 在現代戰場上基本上是起不到什麼新政的作用 俄羅斯海軍龐大的潛艇部隊很多 但是同樣也是很老舊 大部分的潛艇已經達到服役的年齡的上限 甚至也有不少 是超過年期在服役的 過期 在 俄羅斯海軍的巡洋艦當中 他最年輕的一艘 最年輕的一艘 是服役了23年 驅逐艦的服役時間也是接近30年 俄軍的水雷戰和兩棲戰艦 的艦艇是怎樣的情況呢 同樣都是老舊 大部分都是蘇聯時期剩下的產物 大量老舊的艦艇 令俄羅斯海軍的艦艇的中位數 高達30年 中國是13年多 俄羅斯是30年 雖然如此 俄軍正在打造大量的 新的轻型 不是重手的 轻型的護衛艦 目前有83艘 未來將會有80艘新的轻型護衛艦 加入 俄羅斯海軍的聚烈 在俄烏 戰事的危機裏 雖然俄軍是損失了黑海艦隊的旗艦 被炸了 就是莫斯科號巡洋艦 但是俄羅斯海軍的艦艇除了 莫斯科號之外 基本上現在是完毫無缺的 沒有什麼損傷 我們看看 緊隨 美國、中國、俄羅斯三國之後 排名是怎樣的呢 原來印尼海軍是排第四個 韓國是排第五 日本海上自衛隊排第六 印度排第七 擁有所謂的大高諾 核 核動力航母的法國 海軍是排第八 其他地方 是有核航母 其他地方 可能是少 法國只是排第八 有兩艘伊利沙伯女王級航母的英國 是排第九 第十是土耳其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朝鮮 原來那個海軍實力 根據這個排行榜 是排第十四的 十四是怎樣的呢 原來它是高於德國 高於西班牙、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這些地方的 好 現在我講的就是第二個話題 原來法國有上百個美軍 和美軍的軍券 傳出患了一些癌症 但是當然癌症 也不是普遍的 但是它是幻想一種特殊的 血液的癌症 碰巧都是一個 在一些飛彈基地 某一些 崗位的人員 而就懷疑 因為 在這些崗位上的工作 是得到癌症 過去呢 因為這些崗位 雖然說幾百人 這些崗位的人數 原來是很少的 我稍後會跟大家講講 現在看到 至少有268名 過去美軍的洲製彈道飛彈發射基地上 做事的美軍 和他的眷屬 傳出患上癌症 根據最新的檢測發現 蒙大拿州空軍基地有兩處 發射設施驗出了致癌的物質 是超標的 現在美軍已經下令 立即清理 根據美聯社 今年1月 報道過 蒙大拿州 馬武斯卓空軍基地 有9名 至少9名 負責發射飛彈 負責發射飛彈 不是所有普遍崗位 現役和退役 的美軍 幻想 非 金氏 林巴勒 美國空軍航太醫學院 對他們所有負責 發射 飛彈的士兵和眷屬 展開了調查 了解他們患病的情形 美國空軍航太醫學院 對所有 負責 即是美國所有 不只是那個基地 負責 發射飛彈的士兵做了一些檢查 另外 美國空軍也在今年6月底 派人檢測 各大 在洲際彈套飛彈基地 採集了 水、泥土、空氣 以及飛彈發射設施的表面物質 拿回去做檢驗 美國空軍的 全球打擊司令部 用空軍來代替 8月7日發佈了聲明 7日 兩天前 就說對洲際彈套飛彈基地 進行了廣泛的 海閘採養後 馬武斯長空軍基地有兩處 發射設施 其中的 多綠聯本 PCB的含量 超過了美國環境保護署建議的數值 多綠聯本 被認定是可能是致癌的物質 非荷潔金氏林伯流是一種血癌 負責發射飛彈的美軍 是相繼傳出 患癌的 是負責發射飛彈的數量比較多 因為負責發射飛彈的實際員工 數量不是那麼多 美國空軍對飛彈基地 引起了 他們就要展開了調查 法國有這樣的數字 根據報導指出 馬武斯長空軍基地 大概有300個飛彈設施表面的樣本裏 其中有21個 驗出了這種物質 多綠聯本 不過其中有19個 是低於指標 只是2個是超標 即是300個設施裏面有21個是有的 但其中有19個是低於指標 不是超標 在空氣裏面 沒有驗出 多綠聯本 目前美軍仍然在等 其他兩個主要基地 就是淮俄明州的 旭倫空軍基地 和北達科他州的 麥洛特空軍基地的檢測結果 另外還有兩個主要的空軍基地 結果在等 已經做了一個 那為什麼選擇這三個空軍基地呢 就是這三個空軍基地 都是存有 所謂叫以勇兵三型 洲製彈道飛彈的 現在懷疑 這一種是以勇兵三型 洲製彈道飛彈的發射設施 可能出了問題 現在就有三個基地 就拿了三個來 現在就出了 剛剛前兩天 公佈了其中一個 結果 針對 馬武斯卓空軍基地 兩個地方的飛彈發射設施 驗出了致癌物質 現在美國空軍下令 立刻要清理 不過美聯社在8號 8號就是昨天的 就指出 實際是患癌的美軍人數 其實可能是更加多 根據美國的非政府組織 火拒之江倡議 計劃的一個統計 在過去幾十年 至少有268個 曾經在 洲製彈道飛彈基地 服役的 軍人 或者他的眷屬 患了癌症 血液疾病 等等 其中至少有 217人 患癌症 33人是患了 剛才說的那種 非和劫 金氏 林巴劳 負責發射 飛彈的軍人 在美軍 是少數的 剛才說幾百人當然少了 但是負責這個崗位的人 也是很少數 其實每年 只有幾百人 負責 發射 飛彈的軍人 每年整個美軍只有幾百人 自從義勇兵 飛彈在1960年 服役部署到現在 60年到現在 那麼多十年 現在這個群體大約只有 兩萬 一千人 幾十年加上 60年代 1960年到現在 飛彈發射人員 無論是男女 他們都必須在地下發射 控制中心 直行 每一梯隊是有兩個人 直行 必須在地下室 原來 是住幾天的 就是每一間是幾天的 如果總統下令 要轉動鑰匙的時候 他們就會發射 轉動鑰匙就發射 義勇兵三型的 洲際彈道 的飛彈 當然我們不是專家 我不清楚 究竟這樣輪班 或者地下發射 為什麼會 接觸到致癌的物質 但是 如果他們做得這樣的調查 還有這樣的爆料 相信 應該 就是 可能他們是有一些 懷疑的地方 還有數字 都是明顯的 我們就看回 再入星目以待看看 未來的兩個基地出來 數字是怎樣 還有 後續的 我們可以處理辦法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 3181 3890 或者用畫面上的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